慈禧在歷史上老是被描写成干预朝政护国殃民的坏女人 由于华语女作家张荣却认为 她是清末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工程 她花了六年时间阅读中西史料 完成了一本新书要来为慈禧平反 一般人对慈禧的印象不是全联听证干预国事 就是铲除异己不择手段 是让清朝走向败坏的坏女人 不过在张荣的这本新书要为慈禧平反 书中重新诠释慈禧 认为她为国家开辟裁员 其实是对中国有贡献的人 乾隆皇帝的时候最圣经的时候 四千万两银子 但是呢在慈禧逝世的时候 这个数字翻了六倍 到了二亿将近二亿四千万银子 这个是史家都不说的 那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都以为慈禧在的时候是一团招 居不远非如此 邪国宏与毛泽东 在全球畅销一千五百万册 却在中国被列为禁书的 旅英华裔女作家张荣表示 在大量阅读中西史料之后 发现慈禧扮外交 正用外籍人士 派留学生出国 引进新式教育制度 扮女学 废除女子裹小脚 并且打算实施君主立宪 于是她决定为慈禧翻案 张荣认为慈禧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带领中国迈向现代化 而她透过客观史料来还原慈禧执政的真实面貌 重新评论慈禧的功与过 在张荣心里 慈禧身为一位女子 其实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记者选辞张国良台北报道